就是給他一個APP 告訴他說這桌面上這個有個緊急的APP 按下去之後的話就會有很多個臉孔 那個上面就是照片 比如說你今天要找你兒子的話 上面有你兒子的相片 你按下去之後的話就會撥號給你兒子 那個圖要大一點 智慧你手機基本上畫面都夠大 你上面就擺一個什麼 擺那個人的照片 就很好你按下去就撥號給他了 那就用這個就可以做到了 你只要會做button 也會用 因為我們button裡面有個叫image button image button就是這 跟button最大不同就是說 它在上面可以放圖 可以放圖 你就把圖放上去 不是這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定位在比較入門 所以有些東西開個頭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至於細節的元件相關的使用方式的話 我會放在下個學期的課程 下一個學期的課程 所以如果你想要多知道更多 那下一個部分就不講java了 就直接就是講那個智慧手機的開發部分 然後會舉很多的實際範例 其實你們要把那個app學得好 其實不外乎就是多做sample 就是不斷一直runsample 反正你有sample 手邊有sample 就一直run一直run一直run 我之前有介紹各位一本書 其實厚厚的一本 那個就是大概300多個sample的一本書 頁數大概900多頁的 有一本那個專門是講sample 那本書你其實也可以把它當成是 參考書 有點像字典 反正裡面300多個sample 你只要想要用到什麼功能的話 你可以在裡面找 然後去runrun看 其實都可以得到 最重要就是說很多同學買了書之後 連那個範例都不會用 連範例都打不開的話 我看你應該基本上 你也沒辦法去使用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 我們的sample 你至少可以拿來run 至少反正你不管怎麼樣 你先把它run起來看到結果 然後再看一下它的source 然後再來自己去思考說 如果你要自己寫的話 你怎麼去寫得出來 ok 那另外還有就是send2的話 顧名思義 action底線send2就是寄送電子信箱 然後另外的話呢websearch 比如說你也可以讓使用者去搜尋 然後另外的話呢 可以進入到啟動到那個組程式 進入點到組程式 輸入之類的這個相關功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需要用到URI 這個URI不只是在這個 在那個intents裡面會用到 在其他地方也會用到URI 這個URI實際上簡單說起來 就是萬用的 R的話就是resource I的話就是ID的意思 也就是說呢 這個簡單翻譯起來 就叫什麼萬用資源識別 都沒有給我 就叫人家修法 那我也 ser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